失智症是年长人士当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除了记忆力衰退到了晚期 甚至可能无法辨别亲疏 根据心理卫生学院的一项调查 本地每10名60岁级以上的人士当中 就有一人患有失智症 要更有效地对抗这个疾病 除了通过药物治疗 还有人提倡说 动员广大社群创造失智症友善社区 今天的三方保健 我们来看一看本地一群大学生发起的宣导运动 如何来提高社会对失智症的意识 72岁的王燕是一名家庭主妇 有时忙起家务来难免顾前望后 不过她的儿女两年前 发现她的记忆力明显出现衰退后 建议她求医 经过几次的复诊 她最终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 我是希望不要进行 OK 停止 不要变成更坏了 所以我有看医生要吃药 但希望将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要想喜欢快活生活 先看孙子和孙子们 王燕的丈夫75岁的梁顺强 自从得知太太患有失智症后 鼓励她多出门 保持活跃生活 两夫妻每天早上 都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一个小时 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 他们这天早上将参加 由一群学生为失智症人士 和他们的看护者 所主办的步行活动 大家早安 好吗 好吗 好 大家今天好吗 好 OK 所以今天谢谢你们下来 跟我们一起步行 好 参加我们的活动 所以今天身体好 OK的话我们就会走路 不会很久 只是四分钟 二十分钟 可以吗 可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自南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带领着梁先生和梁太太 以及另一名失智症人士的看护者 在公园内散步 主办这场活动的 其中一名学生李肃芳 她94岁的祖母患有失智症 因此对于这个疾病 肃芳有切身的体验 一向以来 我跟她的关系是非常地亲密 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我一直会look up to her 所以当我从我做这个作业之后 就学到了关于很多老人失智症的资料 也是有很多的研究 也是更重要的 我也学到了怎么看护失智症人士 研究显示 多运动除了能减低年长人士患上失智症的风险 也能缓解失智症人士的病情 特别是步行既不会太吃力 也让他们有机会边步行 边和身边的人交流 一举两得 苏芳和另外三名学生 便在过去几个月致力于展开宣导运动 Walk to Remember 通过社交媒体和户外活动 鼓励本地的年长人士保持活跃 他们这几个月来的努力 获得了不错反响 特别是上个月所举行的大型步行活动 共吸引了400多名年长人士和他们的家人 以及看护者参与 我本身来说是希望社会会对这些照顾者 看护者有更多的支持还有理解 因为我觉得照顾的负担是尽不清 我希望在这个项目中 人们可以明白 症症不是一个死症 你能够用活动的步骤 去减少你的危险 甚至静下症状运动 要照顾好失智症人士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认知能力和体力的衰退 导致他们的生活起居 都需要旁人的细心照顾 不仅如此 有的失智症人士在患病后 还会性情大变 令家属和看护者感到不知所措 本地的非盈利组织 新加坡失智症协会 以及陈独生医院 借鉴了外国医疗领域 在失智症护理方面 所累积的丰富经验 希望通过引进最新的护理计划 提升本地的失智症护理水平 天昏地暗 眼花缭乱 墙壁 地板和家具 通通分不清 一不小心便会撞到东西 甚至是摔伤 只要戴上了这副 虚拟现实眼镜 便能置身于 失智症人士的世界里 感受他们每一天醒来后 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十多名看护者聚集在 新加坡失智症协会总部 首次体验协会 从澳大利亚引进的 最新虚拟现实科技 看护者继维春的83岁岳母患有中期失智症 饮食起居主要由她和太太负责照顾 由于她的岳母记忆力日益衰退 护理过程不是考验她的耐心和脾气 她可能会重复地问问题 刚刚可能在几分钟问过的问题 她又在问 然后呢 这可能会让这个照顾者的我 如果你在当下是在忙于工作的话 你可能有点不耐烦 这个虚拟科技的这个工作坊 让我认识到说 怎么进入一个失智症老人的世界 感受他们所经历过的 我就学习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在环境方面 怎么去制造一个 比较适合失智症老人生活的一个环境 改善住家环境 把灯光由暗转亮 不仅能帮助失智症人士 更好地掌握自己所处的空间 也能降低他们受伤的风险 这也是这项虚拟现实科技体验 所希望传达的信息 在尘土生医院的这间病房里 护理人员每个星期 有两天进行一项名为 Namaste Care的护理计划 医院是在四年前 从美国引进这项计划 主要通过视觉 听觉等感官刺激 为晚期失智症人士带来欢乐 有时还能唤起他们的回忆 我让他看了那些照片过后 也是一种缅怀方式 就是让他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那那个尿服的照片 让他真的有很大的回忆 他还跟我说他住在那种亚大屋之类的 那过后就告诉我他今年几岁 护理人员还会帮助他们按摩和梳洗 通过触觉刺激来进行疗程 他们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起色 因为他们会对周遭的人士和事物 会有些反应 然后同时呢 这项计划也可以增进护理人士 和失智症人士之间的关系 还有家属于失智症人士之间的关系 尽管计划主要针对失智症人士 医生表示他们的家属和看护者 其实也能从计划中受惠 当这些病人他们参与这项计划的时候 我们欢迎他们的家属也参与 怎么照顾这些晚期失智症病患者 然后在做这些疗程的时候 能学习这些技巧 当病人回家的时候 家里人能在家里继续这项疗程 不管是利用最新科技 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人与人的接触 目的都是为了让失智症患者 有尊严和有意义地走完最后的人生